說起台灣的自由車女將 除了亞洲車後蕭美玉之外 二十六歲的粉紅閃電黃庭英 為最具代表性的終身代好手 曾在二零一三年天津東亞運 女子公路賽勇奪金牌 隔年的人穿亞運 還聯手美玉姐 在團體爭遷賽笑納銅牌 萬萬沒想到的是 正值巔峰狀態的黃庭英 卻在二零一五年初 和男友吳伯鴻登記結婚之後 一度起了退役的念頭 其實一個女人 你要有多大的成就 你還是要回來當相夫轎子 你還是要去嫁人 你還是要走家庭這一塊 只是我老公一直在不斷的鼓勵我 他跟我說 既然你不想放棄騎車 那你怎麼不去嘗試看看 然後我跟他說很危險 對 我是怕你危險 所以我只希望你安全的完賽 我只是覺得說 你能夠去發揮 家裡有這麼好的安排 那你就是盡量的去 盡量的去享受它 你不要有壓力 不要這麼的擔心這麼多 和亞洲社後蕭美玉一樣 黃庭英原本想將重心 慢慢轉向家庭生活 但在老公吳伯鴻支持之下 奧運夢想成為了實際目標 兩者這條路沒有想像中順遂 2016年雅錦賽緊獲第五 沒能直接獲得奧運門票 只能透過積分累積 接連遠征美國 泰國 直到五月的中國環松明島大賽 不僅在三戰當中 拿下兩座冠軍 還創下台灣史上第一位 在試錦賽披上黃山的車手 他跟我說很簡單 你要嘛就是在集團的最前面 你只要在第一個位置 你就是最安全的 你要嘛就是離開集團 他說集團其實是很危險 他說你要嘛就是脫離集團 要嘛就是向後單飛 其實你看我在比賽的時候 我的一些表現什麼 其實是我老公在 他給我一些指點 然後我照他的方式去跑 環松明島一戰成名之後 黃定英如願以償 以世界積分兩百八十一 排名第三十九 正式取得禮約奧運 女子公路賽資格 一切功勞 除了吳伯鴻提供錦囊妙技之外 一路相隨的機械師周佩妮 也是幕後功臣之一 我那時候我跟吳伯鴻 就是他的先生說 你放心去大陸 就是發展打拼 就是庭音留在台灣 我會盡我一切所能 然後盡我能力去照顧他這樣 因為他那時候聽到 我可以幫庭音的時候 他自己很開心 對他說真的是你 他就放心了這樣 他不只顧我的車 他連我的人都顧到了 因為我老公的一句話 他就跟他說 我老婆就交給你了 你好好的幫我照顧他 保護他 不要讓他受傷 這樣 然後他就 他就說好沒有問題 然後就開始 我的生活起居什麼 都會cover我這樣 愛情 友情雙重加持 黃庭音重出家機 奧運門票入袋之後 甚至還獲得世界一級 職業車隊青睞 成為亞洲首位 出征還義大利大賽的 寶島女將 究竟街道粉紅閃電 能否在巴西締造家機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國外體育新聞 專題報導 好 一位是亞洲車後 蕭美玉 另外一位呢 是粉紅閃電 黃庭英 到底兩人在今年 里悅奧運會有什麼樣的 好表現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以上是今天的專題報導 我們請問一下 好表現 好表現 小腹 谢谢观看